好 休士頓論壇 距離這個總統大選最後的日子 只剩下4天 那麼明天星期五 是提早投票的最後一天 所以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還沒有去投票的話 明天可以到你自己的county內 不管Harris County Volvian County也好 Montgomery County也好 在county內的任何一個投票所 你都可以投票 那如果明天也沒有投的話 下個星期二是最後一天可以投票 那你就必須要在你自己 居住地區的選區的投票所來投票 那麼我還是呼籲大家 能夠盡量在明天就來投票 那我們今天在現場 也特別邀請到了 Humbo El Dorado Mark的主席 President 到我們現場 黃登陸先生 到我們現場 這個Mod大家就是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就是屬於管這個公共設施的 其實我們大家每年在繳 這個Property Tax裡頭都有Mod稅 不管你住在哪裡 幾乎都有Mod稅 只是稅率如果你是新區的話 你這個Mod稅高一點 你如果是舊區的話 Mod稅就慢慢慢慢地減少 我想請黃東你先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Mod到底在管什麼 這個Mod嚴格來講就是City了 然後講到City 它就是一個自製的實體了 Mod就是Municipal Utility 那當然就是一個市政單位 其實德州之所以發展得這麼快 為什麼人口能夠迅速地增加 這個跟Mod也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說所謂的Mod它的開發 其實就是台灣曾經有過的這個BOT的觀念 假如有一個商人 他看準了這個地方有開發的價值 他幫政府出錢 他去把水廠建好 廢水處理廠建好 防洪設施做好 他把路燈都做好 馬路都鋪好 那這個地方讓你蓋房子吧 當然他的目的是蓋房 那德州政府同意你發行公債 就是德州政府背書的公債 他給你75%的現金 那這個對於土地開發商是很有吸引力的 因為他買地的時候 可能一個英姆只需要花一萬塊吧 他以後分割成一個英姆 他分成七個房子或十個房子 他每個房子的地就賣兩萬塊錢 他就已經賣了 所以他有其實還是有利潤 那政府為什麼願意這樣子做 因為他蓋了房子以後就收稅啊 收稅 這個稅就歸給政府使用了 而且這個地方的公共設施你們自己管 那自己管也有一個好處 主要講說我們在City of Houston的水郊 如果說漏水的話 你可能要等一天兩天他才能修理 對不起 我的麥就在當天 我隔壁打電話給我說我們這邊漏水 我們今天就把它修完 誰到誰修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說小政府有小政府的好處 這也是在美國的一個精神 這就是地方分治 越小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 有的人有這種觀念 當然也不可能小到那個小 所以我們麥管的就是一般大家知道就是水嘛 水 廢水 露燈 收垃圾 公園 公園 這全是麥在管的 通通都是麥要管 唯一的就是說他沒有所謂的警察權 事實上二十年前的麥有警察權 我們還可以成立警察局 不過因為有人abuse 就是說有人濫用這個職權 所以後來把它取消掉 那就有點像西部軍神 一個麥舉例來講說我所在的麥 就是每四年選一次 每一次改選一半的委員 就是說民意代表了 那你已經選了幾次了 這是我第七任了 所以是我的第27年在那個位置 那你當初怎麼會involve 我今天就是說我們在電視上 正好借助你的經驗了 來跟我們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們說一說 大家不要只關心說總統選舉 實際上在我們周遭的社區裡頭 有很多是我們可以參與的一個公共事務 對不對 其實很現實啦 這個你繳的稅裡面 mode的稅是一個很大的一筆 尤其是新的社區 是是是 學區稅最大 再來你這個mode建設稅也很大 有些city它甚至city裡頭都沒有稅 事實上我修正你 就是說假如你有mode的稅 基本來講你是不繳city的菜 對啊 OK 那現在的狀況跟30年前不一樣 30年前的狀況 這個school district繳的稅不高的 因為那個時候州政府補助這個school是比例是 現在的兩三倍 現在越來越低了 現在越來越低了 收的比mode還低 對 我心裡就想說你怎麼這麼浪費錢 是是 所以我就去了解了一下 那當然因為有學位或者是什麼原因 反正我就是被選上了 被選上以後其實不需要很多票 順便跟大家講 是是是 那我做了幾年以後 我的mode的稅 就是我的city的tech等於是 我們總一塊三毛 我現在降到四毛錢 是 30年下來我幫所有的居民減了不少稅 這當然也跟當地的財產的價值提高也幫助很大 其實有很大部分是政府都蠻浪費的 是政府浪費 也就是說要有效率 那我們是用做生意人的眼光來running 所以大家在這個 所以這個概念我就這樣理解 這個mode等於就好像我們在台灣 或者是在大陸也好的鎮 一個小趟 一個鎮 那你在這邊做這個等於是一個小鎮的一個鎮長 那這個鎮長呢 或者是說是 那其他裡頭還有其他的委員對不對 等於就好像是鄉鎮代表一樣的情況 對 就是五個鄉鎮代表來running這個鎮 不過我必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點也很重要 跟我們要投的票也有關係的 就是說所謂的鎮也好 或者是市了 鎮跟市在美國的觀念 至少在德州的觀念 美國沒有這個觀念 其實是一樣的 市跟鎮都不是州政府以下的單位 不是下屬單位 不是下屬單位 他也不聽命於州政府 就是完全是地方自治 完全是地方自治 產生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獨立的 一個incorporate 或者說你們是對選民負責任 對 完全只對選民 我對州長完全不會負責任 不過有另外一個間接的關係 當然像我們那邊有一萬多人 一萬多人就有四五千張票 對不起 這個我做了三十年 每次碰到選舉 這些民意代表就來找你了 有點像你們所說的莊角 是 是 是 可是不是真正的莊角 但這就發揮了影響力了 確實就是說 任何一個要介入選舉的人 他自然會找上MUR 是 因為MUR的代表 對 他一定有地方的影響力 影響力 對 那他們會來找我們 可是我們之間當然沒有隸屬的關係 對 我只是這樣子解釋一下 對 因為很多人有這個誤解了 就是說 對 這個尤其是 尤其是東方來的這些移民 大家都覺得說 他們搞不清楚 上面跟下面 要聽上面的 對 他們會覺得說 Husen市長一定要聽州長的話 對 對不起 Husen跟州長完全沒有關係 對 因為他也不拿州政府 不是 他不聽命於州長 不是他認命的 就算州長 州長也可以一天到晚 去跟總統抵觸一樣 對 我們Husen 不是 德州的這個州長 跟這個檢察長 對 我們都告了這個奧巴馬 告了46次 46次 之前37次應該更多 對 不是 我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要了解一下 就是說跟州政府有關的 它的最小的單位叫做縣 就是我們的county 那我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個中文選票 我們特別把它翻成縣 是有原因的 對 他現在是縣駿兩個寫在一起 沒有 駿其實是不是我們官方的翻譯 因為這個駿在中國了 漢朝以後就不再使用了 對 唯一還在使用的是日本 日本以前在台灣設駿 對 在新加坡設駿 對 因為那個 應該講是叫做 皇清國戚這個 不管邊疆的地方才駿 對 所以駿比 即使跟中國大陸比的話 駿也比省要大 我是指漢朝的時候觀念 基本來講就是說 有這個駿的這個字眼出現 可是不是一個正式的這個行政 那我想 鄧陸兄 我想請問你 你 我們比較有興趣的就是說 選票 你 從 這麼多年 二十年來 不斷的連任 以一個華人 在這個地方上 擔任這樣一個職位 你覺得對華人來說有什麼意義 其實說對華人我不敢講有 說有什麼 因為你來一區好像華人不是太多嘛 對不起 只有三家中國人 再少不過的了 所以我說對華人的影響我不敢講多 不過也因為介入政治 所以我了解美國政治的這些操作 那也因為認識一些政治人物 所以十幾年前我要推動這個中文選票的話 那我也等於說是比別人多知道一點 這個政治的操作的方法 你的MART一年的這個MART區裡頭 一年的預算大概有多少 靠我們一年預算 差不多八九百萬 八九百萬 一萬人的一個小鎮預算 就是官司在這個公共設施上頭就有九百萬 就是預算 是 因為你收財產稅 我們鎮所謂的鎮就收財產稅 就像City一樣它收財產稅 那當然你也收水費 那你還有商業的Sail Tax 所以應該講這個稅收還是有相當的 所以像華人參加說說 當然就能往上走那更好 但如果說還沒有那個機會的時候 先從這個基層做起 比如說鎮裡 從基層鎮裡面做起的話 起碼你會把你的名稱打起來 我們講的Name Recognition 如果你沒有那個Name Recognition的話 你去選舉的話 人家不會選你 我們不了解你 所以你從這方面往前走 所以這影響力就出來了 這個我感觸也很深 其實美國的政治 你就是要從基層開始做起 就是要從基層慢慢的 你想一步登天 那個可能性是非常非常 Hallery也是從開始來幫助助選的 其實歐巴馬也好 也是他也是從基層 他是從州議員 然後才慢慢爬到 實際上你在州議員之前 參加了這個社區團體 社會運動團體 這個學校團體 甚至於從學生時代 像克林頓從學生時代 就開始很Evolve 其實這些都有關聯的 很多華人都住在郊區 郊區很多都屬於Mur的範圍 那Harris County有250幾個Mur 是Active的Mur 當然有些開發商搞出來的Mur 那個是不太Active 也沒什麼人口的 不過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Harris County附近有這麼多個Mur district 你假如所在地 也有一個Mur district的話 我鼓勵你要參政的話 就從那裡開始 是 對 而且我想從這個不只是參政 從這個過程中可以了解到 整個市政是怎麼樣子的運作 非常重要 其實這個運作的過程 也是一個很寶貴的一個經驗 對不對 對 我不客氣地講一點 其實Huston地區包括Furban 也曾經有過一兩位華人 選出來的這個名義代表 可以很高的位置 也有學區委員 各式各樣都有 我記得我曾經跟一位講過 我說很高興你當選 因為你是第一個華人當這個 那可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要告訴你 你在第一任裡面 你一定要光看不講 多學習 要多學習 你有兩個耳朵 你要聽 然後你可以看 少講幾句話 少表示一點意見 因為你可能還不了解美國政治 講難聽點 政治裡面難免有一點 You wash my back 你可以不要幫人家去做壞事 還是得交朋友 你會看到的 還是得交朋友 可是你能不能說所有東西都講出來 所有東西都是要大肆地打罰他 對不起 你以後就會了解 你假如說太衝了 你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好 因為我們今天節目時間關係 實在沒有辦法談多 我想大家如果還沒有投票 趕快去投票 而且你的選票不要只看前面 這個美國人常常講 這個down ballot 就是這個選票的最尾端的這些職位 可能跟你的關係最大 所以不管是這個MOD 這個公共設施委員 或者是學區委員 這些都對我們來說 是你每天都在繳稅的 而且這些官員 這些民意代表 就像剛才黃東露講的 他並不表示他的成績比較低 是要受上級指揮的 他有相當大的一個權限 在你這個區域裡頭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注意這個 那同時在這個Sugarland附近 First Colony這個Homer Social 最近也要選舉 很多住在First Colony的這個Homer Social 區域裡頭 居民都會收到選票 大家那是一個分開的選票寄到家裡 大家也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更重要是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 如果你願意involve 你想要在政治方面有所進展 你希望為居民服務 或者你希望能夠熟悉美國的這些 運作的一個過程的話 那我想像我們登陸兄的這個Mod District 或者是說像這個Homer所學習 這都是一個很好起步的開頭 最後我只藉一分鐘了 這個投票率而言 這個德州或Harris Gandhi 我們在總統大選那一年 通常一般都是百分之六十幾的投票率 不過華人始終超越不過百分之四十 即使是總統大選我們還是有限 那這一點我倒是呼籲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有的人跟我講說 我對兩個候選人都不滿意 我是指總統候選人都不滿意 那我乾脆不要投算了 其實投票有很多種方法 一個就是說 我們每年在看這個統計數字 其實每次選舉完它都會公佈 它有個項目叫做Under Vote Under Vote Under Vote的意思就是說 我兩個人都不選 我誰都不選 但是你必須去投 你必須去按下那個紅鍵 對對對 華人一定要去投票 但是你可以留著空白票 因為華人的票在過去的2012年也好 我說Harris County的這個例子 我們其實這個總統候選人的選票 這個只差一千票 兩百萬人他只差一千票 那我們的華人有兩萬個華人 OK 登記選民有兩萬個 那換句話 假如選票這麼接近的話 兩萬人裡頭的百分之 說不定就是關鍵票 兩萬人的百分之五就可以影響了 對 不要百分之五了 對 以前的可能以前的那個選舉 華人比較安以現狀 這是可能那個不一樣的 所以最後再提醒大家 這個去投票 就算你這一次不喜歡川普 也不喜歡Hillary 還是請你到投票 一定要去投票 你總統可以不要選 對 但是你在這個選票後面的這些職位 從參議員 眾議員 到這個警長 到法官 到Mart District的民意代表 你都可以一一的來挑選 在這裡呼籲大家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看到我們華人的投票率能夠大幅增加 好 今天我們節目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次再見 謝謝二位 謝謝 謝謝